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1号的台股最前线 这个礼拜的第一个交易日 台北股市就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回档 中场是下跌了255点 来到了17062点的一个位置 那台北股市的一个大跌 搭配上说今天的一个台币 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贬值 因此在股汇双杀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相信应该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会开始担心 这个到底会不会是一个崩盘的讯号 那当然今天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说 他们对于行情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听听夏老师 对于后续行情的一个表态 为什么会这样的讲呢 因为今天的一个下跌 如果说你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你有看夏老师节目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相信其实你都应该在预期当中 怎么说呢 在上个礼拜四 当时台积电的一个除息之后 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外资的一个进空单 它是增加了4070口的一个水位 当时我们不论在自己的一个Teragram也好 或者说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好 当时我们都告诉大家 这个代表的是一个时空单 它并不是一个避险的空单 那外资这样子做呢 当然就是认为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有机会呈现向下的一个修正 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外资认为会向下修正 就会向下修正 很简单嘛 因为他们手上控有台北股市的一个筹码 他只要去做一个大幅度卖超的话 实际上就会造成台北股市的一个下跌 而且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 到底跌完了没有 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谈过一个指标 叫做Pulco Ratio 那Pulco Ratio在原本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是119.26 今天是进一步降低到了102.75 也就是说基本上 他们认为下档是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防守 因此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 老师那听起来感觉好像会继续跌 对不对 好 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下午下要告诉各位 整理修正难免 但它并不是一个空头的一个指标 怎么说呢 我想我们可以从过去台北股市的一个技术面 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过 绿色这一条代表的是月均线 蓝色这一条代表的是基金线 月季线的一个黄金交叉 这是一个多方的格局 没有做任何的一个问题 但现阶段 他在做小时线层级的一个修正的一个走势 怎么说呢 我们以加权股价指数的一个小时线来看 好 当然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M头的一个架构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是谢老师台股最前线 Terragram的一个群友的话 那我们在早上其实也有跟大家谈到 有没有机会开低走高 17150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当然你也看到了开盘没多久就跌破 然后低一个小时 他其实也收破这样子的一个关卡 因此M头成型的一个状况之下 小时线的一个层级 它是一个回档修正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但是听到这里 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恐慌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小时线的一个层级 因此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到底明天台北股市 有没有机会先行去做一个持稳 原则上观察的一个重点 应该是在于先求不破底 因为后面的4个小时你可以发现 他开始走的是一个横盘的区间整理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小时线的一个KD扣底 现在在这个位置 明天的第一个小时 第二个小时 第三个小时到第四个小时 也就是我们在今天中午 当时跟大家所谈到的 正常来讲 即便明天指数呈现开盘的时候 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开高 如果说没有带量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很容易会出现开高走低 一路到了这个12点钟 乃至于像是一点的一个尾盘之后 因为我搭配指标 没有再进一步往下破底 然后高档往下扣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就比较容易向上去做一个翻扬 所以原则上这样的一个行情 他走的是一个修正的走势 那明天的一个尾盘之后 他会有利于整体行情开始出现反弹 那月季线我们刚刚谈到 他是维持一个强势 所以小时线是一个回档 然后日线的一个层级是多头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应该怎么做 当然就是选择拉回来找买点 所以你礼拜六礼拜天 如果你有看小时节目的观众朋友 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 不是在这边就在这边的一个测标啦 那个时候我谈到就是说 你要把握台股拉回的一个买点 那个时候我还特别跟大家强调 我所谓的拉回不是指礼拜五 而是像今天礼拜一 这样子的一个回撤的走势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我相信今天在解盘的过程里面 每个人看图说故事都会解得很漂亮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行情有押回的一个可能性 然后我们也告诉大家押回要找买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有沒有做出相对应的一个动作 事实上就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你在上个礼拜五 你有沒有选择在指数还没有呈现大跌的时候 先调节一部分的一个持股 然后在今天开低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敢勇敢进去做一个强短的动作 我不知道你的老师有没有 但是我们选择是这样来做操作 我先跟大家谈 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事实上在节目当中 其实也有跟大家谈到 我们有先做一部分的持股获利调节 当时我们谈到的这一档个股 是2327的一个国具 大家听到说老师 你不是讲说国具很好吗 国具很好没有错 但是它的股价不会一口气 直接往上去做大幅度的攻高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在股价当时 往上表态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过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但季军的一个均线扣平台 它其实并不会出现一个比较 明显下压这样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这里它其实并不会是一个实质的压力 那实质压力会在哪里 实质压力会在这一个大量区 550块到575块钱 这样的一个位置里面 既然我们是这样子讲的 我们又认为行情会去做一个压回 所以你去问下老师的一个会员朋友 乃至于我们在礼拜五的一个节目里面 事实上都有跟大家谈到 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先做获利调节一半 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刚刚跟大家谈到 这是一个多头格局没有做改变 包括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条上升趋势线 而且是在月季线之上 它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格局 不过它挑战前高的套辽区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成交量在上个礼拜五 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先行获利调节一半 因为你知道冲不过去 就是成交量出现比较明显的萎缩 那它既然冲不过去的状况之下 那有什么道理 你不先去做一个卖一趟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那比较说整体这个个股 基本上原则上是这样子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我就觉得是以一个观察 它这个持续亮缩的一个整理 那只要没有跌破上升趋势线 整理之后 再放量的那个时间点 它才会是大家 比如说你像是我的会员 我们在高档先获利出一半 然后接下来当它有发动的一个讯号 或者是你是空手的投资朋友 它那个时间点 它才会是让你进场 再去做一个加码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位置点 好那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因为我跟大家谈到了 我认为行情会修正 所以我们先做获利调节的一个动作 但是今天整个开低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啦 或许大家是很匆匆忙忙的去砍股票 但是我反而选择在早盘的时候 进场去低接个股 而且这一档个股呢 在今天的一个股价走势里面 它最终是涨了6.21% 好哪一档个股呢 你不要说谢老师都没有跟你讲 我们在礼拜五礼拜六的节目里面 其实有先跟大家做谈到 那这个部分呢 我先谈一下 为什么我会认为 散热模组这个族群 它其实股价是会有机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这个请导播帮我们稍微带进一点 谁来是简体字没有办法 因为台湾的财经网站 没有那么详细的数据 这个代表是同期货盖来 那哪里同期货呢 这个是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的一个同期货 好大家可以看到 在今年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最高点是来到4888 对不对 4888美元一顿 然后跌到最近期 我做表的时候是4141左右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它从4888跌到4141 它一共跌了749点 是跌掉了15.3%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修正幅度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跟我们今天要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这边只要你的那个敏感度够敏锐的话 你对于产业够了解的话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金属的个股 或者是铁的一个个股先不要碰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包括像是2009的第一头 这个过去应该算标股吧 然后股价标到5月初的时候 最高点的R766 然后股价震荡之后 最近期压回到55块半 那当然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个个股 我就不一一去做点名 因为今天我们的一个重点 不是去唱衰或者是打压钢铁类股 而是告诉大家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大概都已经有 60分左右的一个水准 但是要怎么样进步到100分的一个思维 这个是想到铜价下跌的一个过程里面 什么样的一个个股是受害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想到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个股 它是呈现受惠的 所以在上个礼拜周末的节目里面 我跟大家谈到一个族群叫做散热模组 好所以散热模组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今天大盘跌了200 255点对不对 但是尼德科超重 双红 齐红 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股票里面 有四档里面有三档股票是涨的 而且我最主要是跟大家聚焦哪两档 聚焦的是3324的双红 跟3017的一个气红 为什么聚焦这两档 首先我们先谈一下它跟铜价的一个关系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电脑拆开来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办法装回去 你不要说拆开来之后没办法装回去 你怪夏老师说 都是你叫我们拆电脑才把电脑弄坏掉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里面这个散热模组 或者是说什么相关的一些散热的一个产品 在你的电脑里面都有 那最主要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原料来做制成 是用铜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老一辈人都知道铜的那个散热 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散热模组最主要是由铜 这个原料来做构成的时候 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 今天当价格涨上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顺势去调涨价格 当然会嘛 你做任何生意其实都一样嘛 我今天我的原料涨了 我的运输成本涨了 或者是我任何的一个成本涨了 我都最终是转嫁给消费者嘛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把价格往上去做调整 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股价往上大涨到4888的时候 但是最近跌下来了 投资朋友你可不可以去跟老板讲说 老板我觉得最近铜价没有那么贵啊 你们散热模组可不可以不要卖那么贵 没办法啦 物价它有它的一个僵固性 所以当它价格往上去做调整的时候 第一个它的价格其实就固定了 它不会 它很难出现那种快速的往下去 反映现阶段成本的一个报价 它一定要等到没有人买的时候 它才愿意降价嘛 对不对 好那第二个重点是在于说 事实上我们当时跟大家所谈到 好这个部分 事实上我们当时跟大家所谈到的双红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一个黑线图 事实上我们当时也跟大家谈到 包括这个下半年的伺服器 NB或者是显卡的需求 其实都是增温的 所以对于公司而言 第二季应该会是一个谷底 好结果今天的股价怎么走 你看这个是不是你可以在 相对低档买大跌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买股票的一个标准范例 你看 今天股价开高还开低 上个礼拜五股价缩涨停 但是它今天股价开低 我们跟大家所报告的一个产业 都是我们研究过的产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反而会形成你一个非常好的买店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今天早上开盘 大家在急着要砍股票的同时 事实上我们都在找股票买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观察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国具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大量在哪里 大量在现阶段的股价之上 那个会形成压力 但同样的 如果你的大量在股价之下的话 是不是代表这是一个 非常强劲的一个防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原本的股价在 170到180块钱这个地方 做区间的震荡整理 礼拜五一根长红可以往上突破季线 同时也是大量去往上推高的一个状态之下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明确 转强的一个讯号 但加上说以量能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属于连续增量向上去做推高 这个是一个多方格局非常重要的讯号 就是它必须要做到量滚量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所以尤其是你的股价 是在很低档的这样的一个股票的时候 它的一个股价往上攻击的时候 量能一定要放出来 那加上说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铜价下跌有利于成本的下降 那产品的报价 僵固 所谓的僵固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像你去你的家旁边买一碗阳春面 可能10年前一碗阳春面是25块 现在是40块 你说老板怎么这么贵 就给你说通货膨胀 那如果说那个价格 它可能当时价格 比如说25涨到30 35涨到40的时候 它都会告诉你说 它什么样的一个原料涨了 比如说食用油涨了 比如说面条涨了 面粉涨了 所以它的价格跟着调涨 但是你看到比如说那个面粉的价格 跌回到25块钱那个时候 你去跟老板讲说 但是现在面粉跌到25块了 他会跟你讲我人力成本涨了 这个叫做物价的僵固性 就是我好不容易调上去 除非真的生存不下去 要不然大概不会这样下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刚刚讲的 成本的下降 报价的上升 这个对于获利来讲 对于毛利来讲 它的获利是呈现上升的 所以简单来说 大家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心 除了这个双红之外 毕竟是高价股 另外包括像是 我们当时跟大家所谈到的 3017的旗红 对不对 那时候我讲了 同价回跌 第三季的营运可望回温 你看那个时候 谁跟你谈到 同价的下跌 对于这个产业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今天 你看这是6月18号的一个 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的 那今天大家都开始 谈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只能够讲说 我们欢迎 欢迎这个市场 去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但是有时候 你在个股的操作上面 你必须要领先布局 你才会有那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同样的一个逻辑 你看3017的一个旗红 今天开盘怎么开 开盘是落去嘛 对不对 开盘下去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今天我还叫我的会员朋友再买 就是如果礼拜五没有买到的话 今天再买 他们都问我说 老师 今天这个行情这样子 还适合买股票吗 我说真的啦 有时候就是因为行情下跌 你才可以买到强势股相对的低点 对不对 你如果像上个礼拜股价一下公共涨停了 你也不知道该不该追 那不该追你今天又看的那个行情下跌 你又不敢买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在哪里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不是在这里就在这里啦 那怎么办继续追吗 所以个股的操作绝对不是单纯就是这样子 就一路追一路追 重点是在于你知道这档个股的优势的时候 还有开低或低档的一个 尤其它转强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有低点其实你就要去做一些策略上的布局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买盘下 今天涨6% 你随随便便 其实应该都有6%左右的一个涨幅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技术面 股价创高的过程里面 它也是沉浸持续量增 所以它是多头持续滚量的一个架构是没有变的 你看它跟双红像不像 它甚至它的技术面比双红还要好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一个底型也是打了这么久的一个时间 然后礼拜五的一根长红向上突破转枪 今天进一步去突破原本的前波高点 所以这代表什么东西 原本我的一个股价相形 65块到75块 然后这个时候突破之后 往上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它的区间上以原本前波的高点 就会变成是相形的一个低点 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个股 它有没有受到盘面的影响 事实上大家稍微看了一下 大概都知道了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选择在今天大盘杀盘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选择进场低阶股票 我不知道你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要怎么样才能够在股市当中获利 如果说你要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的话 那当然欢迎大家在运用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一个联络 那至于说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族群 它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团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团固 值得托付 0R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除了我们刚刚在上阶段 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散热模组之外 另外一个也受惠于铜架的 当然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过的 铜箔基板 不过 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的主轴不在这里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族群要跟大家谈 那简单来说你看台光电 连茂 腾辉 这三家公司 所以那时候你还记不记得 我那时候跟你讲说 你要嘛你就做台光电 要嘛你就做腾辉 你不要去做 最差最差就是不要选择做台药 为什么 因为台药的 营收成长率只有2.03% 所以它的一个成长力道不强 你去做它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你看到今天的一个股价 事实上为什么大多数都能够呈现上涨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它或许涨不多 但是今天的大半是落两百五十五点 它是一个弱势族群当中的一个强势股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在上个礼拜五跟大家谈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五跟大家谈的都是强势的股票 矽晶元股当时我们只讲了一档 6182的一个合金 对不对 今天旱垒股价打回来 合金股价涨上去 那个时候我怎么谈到的 我讲说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它股价会开高走低 因为它刚好碰到上升轨道的一个上缘 但是今天的股价怎么走 它的一个多方缺口有没有补掉 没有它实际上今天的一个股价非常非常强势 虽然说它股价最终只涨了2% 但是你看 它的缺口连补都没有补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有时候你在强势的一个行情里面 你看不出哪一些股票是好的 但是当这个行情回档的时候 你就知道哪一些个股是好的 这个部分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些相关的 从散热模组到铜箔基带到细晶圆 这是我们过去跟大家所谈过的主轴 另外一个虽然说成本慢慢去做拉开 但是我还是要稍微谈一下 我认为今天10英元件的一个下跌 它其实反而提供给投资朋友一个机会 怎么说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股 不要再说我用旧图了 我来看一下 这两个股大真空 日期是6月21号 他今天股价 今天整个股价回档多少 1.18个percent 你知道今天日股下跌多少吗 今天日本股市下跌3.29个percent 这算不算强势股 超强吧 而且他的一个股价 打回来到这个大量区之后 它其实有呈现 开低之后向上做走高 虽然说最近期的一个成交量 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萎缩 这个告诉你说 他的一个股价要走高档的区间整理 不一定会转弱 这个部分它会开始走整理的形态 但是我必须要讲 大真空它只是全球 第五大的十英元件的一个厂商 你知道第一大是谁吗 第一大是我们台湾的厂商 叫做经济 所以经济的一个部分 你看股价这一波的一个往上走 到今天第一个 它是不是也是下档有大量 这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双红也好 齐红也好 它是不是类似的一个架构 对不对 第二个这两个大量的区域 这一根红黑跟这一根红黑 有没有跌破 没有嘛 它连转弱都没有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一波的股价 从85块1涨到今天的119 它只涨了四成 第五名都可以涨到七成 为什么第一名它只涨了四成 所以这不是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指标 包括加高其实也是如此 最近期开始去做一些震荡 但整体来讲创新高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就是因为现在下跌的一个行情 你才能够去挑好股票 原则上我们刚刚讲到了 日线格局是一个偏多的格局 小时线它会整理到明天的中晚盘之后 所以我要跟大家建议的是在于说 即便明天开盘成见一个大幅度反弹 都不要追 但是打回来这个时间点 你要去把握住买点 但买什么样的股票 如果说你心中没有想法 或者是你的老师没有带你操作得很好的话 那不妨你可以跟上夏老师的一个脚步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运用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员来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6月21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